新民主席,我们先来关心红台的消息 近台北落七色,北京台湾,为了加工各行红台准备工作 关注王璋梁,今天最后主持加议官 在开应变中心准备会议 只是上官团队尽管不可以调益庆幸 用上官的规则来面对可能发生的灾情 并且加工各行以红以及应变出事 中央企专局在8月23号,早上5点30分 发布海上红台准备,以及上境会没有2.30分 发布6上红台准备,经过提供资料显示 北京红台在每点准24公里的速度向四百移动 顺甘上台准备每秒33公斤 王璋梁,即使上官团队尽全方案 向顺便出事再出事,作为各行板转准备 这次的台风看起来是会进到我们嘉义线 这样的台风基本上会有风也会有雨 所以我们的乡亲尽量在台风期间 尽量不要出门就不要出门 那当然我也特别交代我们所有的集数所长 还有我们拜托军方还有中央的单位 当有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以最大的强度 那合力来做相关的灾害处理 但是为了要把灾害降到最低 那事前还是要做一些组备工作 比如说抽水机布了没有 那包括所有的相关的警察局 那整个的过去会产生淹水 有交通问题的地方 那或者是在这个淹水的过程当中 马上提醒用路人 那我想这都是必要的一些工作 所以总而言之 白鹿台风会来到我们台湾 那会来到嘉义 请大家提高警觉 那每个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不管是在县政府的官员 或者是我们乡亲自己的防台意识 我想大家一起动起来 台湾政府在23号上午 教会再开应变中心 蒸笔会议 中央企证协议表示 保护官员的地址 调用台湾的丹南部海面接近 并且以上共的近度方式影响台湾 以目前的议策资料 丹南部以及南部地区 顺着保护官禁止的纪律上官 王总梁替陈青青 不比帝国警察 以及三区旗面经 需要注意局部性的好大物发生 这一行本就来行该以观 彩虹伯登